大家好,我是雷尤 今天來看馬來人對上阿茲特克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最近世紀帝國終於又改版了 這次戰役DLC改版之後 我這個觀戰模擬器突然出現了BUG 不太能用 所以我們今天是用遊戲內建的播放器 來看一下RP 這場地圖是阿拉伯 那選擇文明是阿茲特克跟馬來 那先來介紹一下阿茲特克這個文明 阿茲特克是紫色 那紫方選擇的是阿茲特克人 那阿茲特克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所有村民的支援攜帶量都會加3 所以他在前中後期的支援量都是非常的好 那阿茲特克人均衍的工作效率也是特別快的 很適合打這個老鷹豹這個策略 那他的生鋁也是生鋁血量最多的文明 他每點一個生鋁科技都會加5D血量 那後期的阿茲特克人 也有這個重型頭10吋也可以使用 所以後期的活力也是ok的 但是比較害怕有火炮的文明 好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馬來人 那馬來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升級時代輸入是最快的 而且升級時代的時間可以端幾隻村民 藉此達到自己的經濟優勢的效果 那馬來人在游海地圖 漁王真是3倍 所以他的海戰跟陸戰經濟效果其實都蠻不錯的 那馬來人他的帝王時代還可以打這個6折 應該是4折毛巷幅非常便宜 那每一隻大象都是超級拼的造價 但是他沒有3級馬鎧 也沒有2級馬鎧 甚至也沒有這個品種 所以馬來人玩起來會算是偏向於走步兵系跟弓箭系的 那他的步兵系有免費的步兵鎧甲 而且有這個強制增兵 可以產出大量的雙手劍兵 進行這個黃金兵壓制對手的一個策略 好那馬來人在天梯的打法來說也算是 比較強勢一點 因為他升級速度很快 可以用很多打法去壓制敵人 好那我們這邊先稍微加一下速度 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這個封箭師代 說實在 那斯基帝國只要每次一改版 這個觀戰模擬器都可能會壞掉個幾天 所以大家這幾天可能要先稍微試一下 這個遊戲內建的觀戰的細節 那我們先看這個村民宿 前期村民宿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個內建的觀戰 很多資訊都不會顯示出來 好這邊可以看到子方 是已經打出了棒棒開局 兩邊都是打棒棒嗎 我剛剛看錯了 沒錯 三棒棒 但是馬來自按了一隻 兩隻 兩棒棒 兩隻棒棒 那升到封箭時代是會自動加一防的 OK 1加1防禦力 那這邊馬來人就有優勢了 而且升時代速度是真的快 阿茲特哥這邊還是研發 他就已經升級上去了 所以 對於一些人來說 馬來人可能不是很強的 是因為特性來說 他的騎兵真的是不強 所以如果你喜歡玩馬國的話 玩馬來人可能會玩到有點 頭破血喔 但如果你是會打步兵跟弓兵的情況 馬來人其實是蠻強大的一個文明 好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的村民直接拉出來打架 三隻先拿拳套扁起來 好這四隻單外合麻煩 好看這邊村民拿拳套一直扁 好這邊棒棒第一時間沒有再輸出 因為在控加里這裡 加里這裡也被鬧 好前期這邊打架看起來是 看起來是阿茲特克輸掉了 前期的壓制 好但這邊棒棒也沒控好 好三星再往回啦 這裡補下了射箭場 好這裡看要把他補房子喔 把這裡圍一圍 好這裡還有個空洞 好重新再開打起來 這邊想要阻止蓋房子 好 喔呦這裡一隻棒棒死去了 剩下一隻 好最後已經拿掉 好兩邊都是轉成弓兵開 那接下來弓兵開 就是要來說一下弓兵的操作了 待會這一擊射也要趕快點 但這邊有個分支打法 可以先把這個黃金穩穩挖起來 然後先補下兵工廠 趕快去撒農田 或是點一擊動去撒農田 因為有時候人太早下這個一擊 去下兵工廠 你也沒有這個肉 可以去點一擊射 所以雖然你看到弓兵開局了 你也不用那麼早去下兵工廠 這是這個原因了 所以你下了也沒有辦法 先接你的一擊射 其實意義並不是那麼的大 好那這裡五隻村民 挖礦挖得很開心 這裡撥一下 就是工兵來了 欸工兵 來射一下射一下 射得到嗎 有稍微射到一些血量 好馬來的工兵 待會要遇到阿茲的工兵了 待會這裡要做一個操作嗎 還是 補兵工廠了 六片田 然後四個人吃過 然後補兵工廠 外奧這邊的打法還是蠻穩定的 但是肉還是會有點極限 等再多撒一片田 就可以安心點一擊射 不然現在這邊 馬上點一擊射會斷村 這裡是因為卡人口 按了一個城鎮瞭望 卡人口就按城鎮瞭望 這是一個好習慣 不要讓自己的城鎮中心 有閒置時間 這邊圍家 木門很快就被打破 頂住頂住 這裡衝進來會很尷尬 繼續敲木門 衝了過來 YO的弓箭手 現在數量還不是非常多 目前只有四隻 對手的話這邊只有四隻弓兵 加上兩隻棒棒 跟一隻老鷹 兵量其實蠻大的 但是現在被圍起來 現在尷尬的 變成是阿茲特克這裡 YO現在一直用弓兵去點對方單位 進行操作細節 YO的細節做得很好 哇 這裡直接拉充雲去打架嗎 不好吧 直接被點掉了一村 好 這裡弓兵 繼續秀 好 先射掉弓兵 OK 好 這邊棒棒還在追 哇 最後YO 是 損失了一隻村民 好 來看一下死傷處 OK 這邊是四個人死三喔 好 擊殺四個單位 然後死了十個精神單位 哇 有點小虧阿 這個內建的播放器喔 真的很多細節沒有辦法看到 好 沒有關係 我們冷個幾天 應該最近就會修好 好 上方這邊直接圍石 阿茲特克這裡的打法 還算是偏正常 沒有太特別的地方 這邊有要轉老鷹嗎 看起來是沒有 直接是雙射箭場 開局 那雙射箭場開局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對方打雙射箭場 那單射箭場這一邊呢 只要全力的按毛兵 等一下一防一攻 就可以守得住 防守來說是相當簡單的 而且雙射箭場的話 其實在單挑來說 我覺得影響力 也不是這麼的有感 要擋下來很簡單 不像其他的打法非常麻煩 好 YO這邊資源量 想要再存到城堡散 好 這邊就瘋狂按毛兵了 OK YO這邊的細節處理得很好 毛兵繼續按 你雙射箭場 我也沒關係 我就單射箭場出毛兵 打防守 再有機會把家裡維持OK 但是YO這邊的毛兵 似乎沒有釋好集結點 走到了野外 這隻可能要送掉了 哇 家裡這隻毛兵也送掉 這裡是不是沒有補一擊防 哇 難怪啊 他被弓箭手射的傷害有點高 這裡一防不偷 不點一防 然後只打算出毛兵檔 反正能點到城堡時代就算我贏 好 現在YO的想法是先上城再說 防禦晚點再講 結果阿茲特克反正是先升到了城堡時代 但是馬來這邊升級更快 所以待會這個%數會反抄回去 好 那現在尷尬的就是YO了 YO這裡不點一擊防 就很難夾得住 哇 溜進來了 夾不住 全部洩洪 夾得不夠緊 哇 損失幾隻村民 哇 四隻起跳了吧 死了四隻 好 拿來這裡 要不要點個一防呢 不點 不點也是蠻麻煩的 OK 這裡村民還是要拉走 這個不拉走 又要再死一堆 這裡滴掉 啊 往回拉 直接往回拉也是很受傷 哇 這裡又再死個幾村 又死了一村 YO的村民書 現在是32村打41村喔 村民差距已經凸顯出來了 大概差了9村左右 YO這個封建大爆炸 能夠扳回一城嗎 好 這裡有在挖石頭 YO的想法 可能是要轉這個爪刀勇士 去反制一下這些的工兵單位 爪刀勇士呢 這個單位是比較低防護力 低血量 但是攻擊力喔 算是高了一些些喔 比村民的攻擊力 但是高了一倍 丟一點點 其實也是7點傷害 來前期解這些弓矛 還算是蠻好用的 但數量夠多喔 數量不夠多的話 會被對方放風箏 好 左邊這邊是15個人伐木 阿茲這裡沒有決定要開城鎮中心喔 好 那直接在正面補了一根城堡 YO這邊的資源 好 我們來看資源量 好 說明差距雖然現在被打了出來 但是 YO沒有急著去開下城鎮中心 去補村民 那待會TC可以開這個位置 蠻不錯的 喔 開在上面 好 那第三個TC呢 也可以繼續往這邊開喔 但這裡感覺不太好 感覺下面這裡會更好 這裡直接補個TC呢 還是要直接往野外補 這個地方 直接守護自己的附近 YO這樣地圖來說 對他來說是非常不利的 兩個附近都在野外 如果被控斧的話 就會很難受 好 那馬來這邊是 開始短爪刀勇士 OK 攻擊是7點傷害沒錯 自帶天生兩方 不是天生 自帶這個 免費升級 所以現在是有兩方 所以現在弓兵射下去喔 一發弓箭值會有兩滴血 現在弓兵是4加1 5點 現在是3點防禦率 所以數量夠多的話 還是能打的喔 但現在這個數量這麼少 他自己高打低 輕鬆 碾壓回去 找到勇士的特點 就是不太在人口 0.5個人口 一隻造價15黃金 好 爪刀勇士前期出關 攻擊力早點點下去 才會有更大的效果 好 那阿茲打爪刀 誰比較強 那以同樣的造價來說的話 爪刀是比較厲害的 同樣造價來說的話 一隻老鷹是50塊黃金來說的話 爪刀就可以按三隻 三隻的話就是21點傷害 但是老鷹只有7加1的傷害 所以造價成本的黃金來看的話 老鷹是非常推的 但是爪刀來說 相對耗的肉 是更多一些些的 哇 阿茲果然打老鷹爆了嗎 OK 阿茲的老鷹爆 是非常適合南美文明的 三個南美文明裡面 最適合打的一個戰術 均勻的工作效率提升 而且阿茲特克的生率也很厲害 所以這邊馬來不打大象 也不打騎士 都是正確的 阿茲特克的生率 你玩騎士 絕對會被他遭到懷疑人生 就有一種 欸 他的生率 跟我的生率怎麼好像不太一樣 好 這邊找到勇士繼續按 左邊這裡直接圍死 喔 爪刀撞到了TC 趕快往回拉 好 這邊往後拉一下 爪刀反擊回去 好 下方的老鷹 找到了少量爪刀 進高地 回撤 看到生女 沒有想要正面硬打 好 現在YO的爪刀攻勢非常兇猛 來看一下我們偷開TC 上TC就去營運 然後爪刀一直按 OK 這邊 營運的效果還不錯 喔 這一波突然開打起來 爪刀直接上面硬貼身 裡面保護得很好 看來這一波是由阿茲特克拿下 這一波的勝利 這一波解掉 對於YO來說 壓力會變得非常大 後面的阻力已經沒了 阿茲這邊的老鷹數量還是很多 現在阿茲三個軍營 3TC開農 看一下村民術 現在村民術應該是阿茲特克領先 76 對阿 59 這個村民術差距越拉越大了 19隻村民 差距越19村 嘶 阿茲特 這邊是直接手撕 手撕速度好快 二弓要找個機會點一下 有沒有點二弓 對於爪刀來說也是 這是有差的齁 其實每一隻 攻擊力多了一攻 傷害完全不同 好 這邊是雙寶出爪刀 哇靠 歪歐的爪刀帽 哇 這個很少見 難得一件的打法 喔 直接打破 放進去砍一波 承認中心 要不要直接手撕 沒有 直接拉走 後面老鷹已經準備過來救一下 不敢走進去 看到大量老鷹 不想讓自己的主力隊伍 跟老鷹是分開來的 不想被各個擊破 趕快集結一下活力 兩邊要直接在提示裡面開打嗎 我覺得不太好 拉回來 但是老鷹也不跟他對打 這邊是想要抓些村民 不是想要跟他的老鷹打 這邊手撕 這邊老鷹撞到了後面又加來的馬來軍隊 這邊阿茲一定要上了 這裡不上不行了 好 這一波打起來 阿茲特克好像有點強 但是爪刀也是死傷慘重 這裡爆勇士過來之後 哇 這一棒拋下去 兩棒一隻爪刀勇士 阿茲特克的爆勇士 打步兵增傷是非常多的 爆勇士一出來 哇 這個節奏完全不一樣了 當然爆勇士的缺點 就是移動速度慢 防守來說還行 進攻的話可能追不太到敵人 除非壓在人家臉上 人家要打一波 就有機會 阿茲特克村民處 目前列仙YO25隻村民 後面又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現在是幾TC阿 哇靠 補個城鎮中心 5TC開農 VO呢 這邊則是雙TC繼續農 然後又去派了神聖思想 轉往一些僧侶 去招翔爆勇士 好 這邊爪刀數量 來到了31隻 那這個數量明顯是打不贏的 那現在已經有二攻的情況 爪刀傷害還不錯 現在傷害每一隻都有9點傷害 所以這個馬上輕裝病的傷害 還要高了一點 好 回頭打一下 好 爆勇士 嗚 高地 一棒一個嗎 好像沒有到一棒一個那麼誇張 全滿機體的爆勇士應該是有可能 高打地的話 一棒一個 好 這邊突然一個回答 阿茲這邊被患了一些 但是馬來也患得有點頭破血流 正面看一下 正面這一波打得不錯 阿茲特克這邊用爆勇士 再次把馬來的爪刀給抓掉了 這邊用僧侶去招翔爆勇士 好 這邊就是要抓村民 沒有要跟你打正面 能抓到村民就算我贏 好 這邊用 僧侶招到了爆勇士 稍微反擊回去 有點有效果了 哇 這一招爆勇士 戰況完全不一樣 好 後面的 爪刀勇士 還在跑馬拉松 好 這個 巡迴馬拉松 快要跑完了 跑了一整圈 好 下面這個承認中心 沒有修 好像要被手撕囉 砍掉砍掉 好 招彈勇士 加上縱火 哇 這個 砍尖竹子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好 再次看到下面有蓋城堡的關係 這裡趕快起城堡 要趕快阻止對手去把這根堡蓋起來 後面僧侶趕快招翔爆勇士 好 爆勇士一個一個被招翔起來了 閃電的特效 看起來非常的漂亮 可以找到一個單位 這個閃電就會一直不停打下來 好 再招 越招越多了 好 那馬來這邊的城堡 蓋了起來 YO這邊的優勢變得非常巨大 這邊要趕快先升帝王時代 去壓制敵人 好 帝王時代這裡補下 所以我們繼續按 然後YO這邊要繼續按更多的爪刀嗎 還是要轉成毛巷夫呢 因為有一些特殊打法 前期即使轉爪刀 到上了帝王時代 突然轉毛巷夫 對手會非常難受 完全扛不住的那種 爪刀轉毛巷夫 支援的結構是一樣的 都是肉巷喔 不會有任何的變化 所以轉邊起來是比較方便的 而且 毛巷夫這個馬來的單位 升級也沒有太多的可以選擇 就只有一個 一擊馬卡要點了 然後金瑞升級一下 就能用了 好 那這邊升級非常快 74% 75% 抓到這邊越來越多 阿茲特克本來是想要轉封兵 去打馬來 大家看到這邊有非常多的僧侶 導致他這裡不太敢暗暴雨試 好 少量暴龍打一下 好 這裡衝車 嘗試進攻 好 現在YO 這邊是鬼轉僧侶 好 馬來的僧侶科技也是蠻全面的 而且還有異端邪說 相當不錯 這個大象被招搶了 可不可以自動暴毀 好 這邊 印刷技術 還有啟示思想 僧侶科技 開始完善了起來 好 有幾隻暴龍獅 直接走到了正前方 用僧侶去趕一下 巨型頭司機架起來 好 第二台再過來 好 現在就打正地戰 不要跟你拚正面 好 後面有少量的暴龍獅 在後面繞喔 欸 這哪時候打進來的 完全沒有看到 好 看來阿茲這邊也是做了很多事情 剛剛都Lost掉了 好 阿茲這邊暴龍獅 正面打不過 我就BD你 這個觀念非常好 從說他的暴龍獅怎麼都不見了 原來都在這了 但是阿茲特克遇到僧侶也是無解 好 又有隻僧侶 好 這邊四隻暴龍獅 好 繼續攻城 好 左邊的馬來抓到龍獅 直接硬砍 這邊暴龍獅 這邊暴龍獅 暴龍獅血量掉得很快 但是一棒 接著一棒 砍掉了所有的爪到龍獅 後方的巨型頭司機還在工程當中 已經解掉了一座城堡 下面這一棟也差不多 但是暴龍獅數量有點多了喔 阿茲特克這一波的反擊 有機會逆轉回來嗎 好 先收掉一個 好 兩隻勝率趕快跑 阿茲特克的目標只有巨型頭司機 好 家裡的問題解決掉 上方抓到 抓到了石狂崩 左邊這裡想要進攻 但是被對方圍了一個成人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去攻擊巨型頭司機 好 這邊直接跑一個馬拉松 喔 再把暴龍獅放出來 然後用暴龍獅在後面去防守 好啦 結果最後還是拆到了巨型頭司機 YO這邊的防守 沒有辦法阻止暴龍獅手撕 這邊的巨型頭司機 這一波看起來 YO的招翔還是挺吃力的 但是他招的還是不錯的 一直有招到暴龍獅 唉唷 又招到了 一直招一直招 YO的手術是真的快阿 爪包配生女 這個打法相當獨特 這個需要超高手術喔 才玩得起來這個打法 還要一邊控爪刀 還要控生女喔 真的是相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好 那阿茲這裡沒有轉生女嗎 論生女戰來說的話 阿茲應該是更有優勢一點點 但是遇到爪刀勇士這個單位喔 招翔的CP值喔 就顯得很沒有意義喔 所以如果阿茲這邊轉生女的話 應該是要去反制對方的火炮啊 或是反制生女而已 反制抓到有點不切實際 太容易被抓到可以抓掉了 就算招翔到也不是很賺 還是阿茲直接轉一些老鷹呢 鬼轉一些老鷹 然後去抓掉YO的生女 會更好一點 好 巨型投資機拆掉這個城堡 好 我們恭喜 這個YO拿下比賽的勝利喔 好 印度斯坦 不是印度斯坦 這個印加 這個阿茲特克人喔 城堡掉了之後就沒有打生妖把 這個城堡全掉 沒有巨型投資機 只有暴勇士確實也不好打 YO這邊的經濟室 雖然一直在落後於對手 但是軍事上層面喔 還是有壓制到對手的城堡 城堡都全掉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統計資料 經濟的部分是由 阿茲特克 經濟全贏 但是 YO卻贏下了比賽 這是屬實罕見的一場 精彩對決 而且還是用這個爪刀勇士喔 還不是用什麼強力單位 好 但是實在上很明顯喔 可以看到每一個時間點 都是馬來人這邊升級勝利喔 好 那村民數是122吋 對上104吋 村民產出 聖物產出是4聖物 聖物的經濟非常多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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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